政见广播 天灭中共大潮猛 早半三退早平安 正值海外退党网站呈现出每天六七万三退人数 三退总人数已达三一六千四百万时 9月17日当地时间 美国洛杉矶传来消息 一名美国公民的父亲 因中共党员身份 在旅游签证入境美国时被拒 当场遣返 当事人求助洛杉矶法律人士 法律人士建议赶紧退党 2020年 中共内政外交出现前所未有的危局 自去年年底 因中共掩盖而造成的蔓延世界的中共病毒 新冠病毒 已导致全球三千多万人确诊感染 超94万人死亡 中共却罔顾事实 改写疫情叙事 打造全球战役领袖形象 向世界推销共产封城战役模式 同时中共在国内颁国安法 打压香港人权 抓捕感言人士 进盟雨 持续进行这个星球上 从未有过的邪恶 活摘器官 谋取暴力 却无视疫情 洪灾 给百姓带来的重大伤亡 大搞公司混质合营 重走闭关锁国 全面奴役民众的共产邪恋 中共的恶行遭到了全球的声讨与追责 上半年 美国白宫请愿网站出现 认定中共式邪教 消灭共产主义等全球民众请愿活动 6月17日 英国独立人民法庭终审裁决 中共犯下反人类罪行 美国开始禁止抖音 微信等社交软件 抵制中共红色渗透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政要 多次公开呼吁 划分中共与中国人民 世界对中共邪恶本质的清醒认知 无疑打中了中共的七寸 中共喧嚣五个绝不答应 同时宣称 中共已有9191.4万党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中共统计公布的这一数字的汉语谐音恰是 就要就要死 网友从中纷纷读出了 中共解体的不可逆转的天意 美或现首例党员入境遭遣返 退党证书可解忧 7月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全面取消中共党员 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签证 引发世界震动 一时间 退党一词成为网络热搜 时隔两月 9月17日 洛杉矶法律人士郑存柱在其推特账号上发布一条消息称 刚刚接到一个咨询电话 美国公民父亲因为是党员移民被拒绝 今天旅游签证入境 在机场当场被遣返 郑存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详述 当地时间17日下午5、6点左右 他接到电话咨询和收到相关的资料 一个美国公民早前申请自己的父亲移民 并去过广州领事馆进行面谈 但之后一直没有结果 老人手中持有10年的旅游签证 今天乘飞机来美国看女儿 在美国机场被拦截并被取消签证 并且还要原机遣返回中国 当事人咨询郑存柱 郑存柱给予的答复是赶紧退党 这名父亲因担心国内退休待遇受到影响 没有办理退党手续 郑存柱表示 有舆论说美国准备拒绝所有的共产党员 不管是不是作恶的 或者是不是普通党员 还是当官的 可能将来都有可能会被取消签证 因为本身是党员在机场被遣返 今天可以说是第一起 郑存柱还表示 美国两党对打击中共基本达成共识 将来在美国已经拿到公民身份的人 如果还保留党员身份 仍会有被遣返的风险 所以很多人要移民的话 我们一般就是劝他们退出共产党 郑存柱强调 我们之前已经遇到过好几个客人 他们办理了退党手续以后的话呢 就成功地进入了美国 并且取得了绿卡 最后也入籍了 基本上不受影响 8月18日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开通了在线办理退党证书的服务 美国办理移民的法律人士表示 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中共和共产主义是一个谎言的话 希望你们早日退出这个组织 这样的话 你无论是来美国还是将来移民美国 就不会受到影响 继2004年九平共产党问世之后 掀起的退出中共党团队运动 在形式上 与苏共解体前的退党潮有相似之处 亦有表达民意 解体共产集权的功效 但其在精神境界与人类道德层面 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不是一般退党运动所能达到的 三退运动是人类首创的 将个体生命的精神与灵魂及道德深层的 被中共邪灵绑架 污染 蒙骗的那一部分彻底解脱出来 是使人类回归传统 回归神的有效方式之一 也是上天慈悲拯救人类的具体途径 美国及世界上正义国家 对中共党员的限制入境制裁 本身并不是目的 目的是将中国人和中共剥离开来 党员发自内心声明退党 获得退党证书后仍可入境 凸显了正义者的威严与宽容 也必将加速中共邪恶的解体